朝廷为什么会任命名为四品军政要员 在他上任之前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波折 而对于多少年来难以剿灭的山中悲患 体弱多片的书生王阳明究竟会怎样面对呢 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董廷教授 为您继续讲述系列节目传奇王阳明第七集 临危寿命 我们知道 从十二岁开始王阳明就立志做圣人 十五岁就独自考察边关 并对军事兵法十分痴迷 早就有建功立业的宏伟之相 那么按照一般的理解 当王阳明接到朝廷的升职任命以后 尤其是被任命为巡抚一方的军政要员的时候 一定会非常高兴 王阳明为什么要辞官 在不得不上任之后 他又会怎么做 而文弗书生王阳明究竟能不能担当起领兵打仗的重任呢 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董明教授 为您继续讲述细节目 传奇王阳明第七集 临危寿命 王阳明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巡抚难干听章 实际上朝廷就是让王阳明去剿匪的 我们从史料的有关记载来看 到镇德十年左右 在这四省边界地区 小三头咱们不算 就大的三头 有三个 这三大股力量基本上盘踞在四省边界地区 这四省交界之处都是连绵起伏的大山 自然环境是极其复杂的 都是悬崖峭壁 这些盗贼盘踞在这些地方 也以战着自然天险 认为官兵自来都不能攻克 所以自镇德六年以来活动极其频繁 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还需要对这些盗贼的兴致 做一点简单的说明 那么很坦率的说 在这四省边界地区的各股 各个三头实际上构成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 从史料的一般记载来看 各大三头它们主要的活动还停留在打架 结社 抢夺财物 还停留在这个水平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 尽管其中有部分的盗贼 也去攻城 也去攻克周县等等 有这些活动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 即便是他们去打个什么县城 主要目的也仍然是为了解夺财物 大体上说也就属于投匪一类 这个我想先做一点说明 朝廷在这个时候任命王阳明巡抚难干听章 主要目的就是让王阳明去剿匪的 王阳明本人对朝廷的这个目的毫无疑问是非常清楚的 也正因为如此 他当时处在一种十分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下 9月14日朝廷命下 他立马就给朝廷写了一封信 意图是想辞掉这个职务 他在给朝廷的上书里头讲了三点主要理由 第一点 他说我身体一向不好 体弱多病 恐怕很难担当在茫茫大山里头 军旅驱持的重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说巡抚是地方军政大命之所计 也就是说你必须承担一个地方的军政事务的 要选择有才能的人 有贤才的人去承担 杨明自己说我财本庸烈 所以恐怕很难担当起这个重任 与其到时候坏事 受到朝廷的诸禄 还不如我现在就不担当这个职务的行 第三点 他说 他说我从小母亲死得早 我是靠我的奶奶 靠我的祖母 成事把我养大的 而我的祖母今年已经97岁了 我再到江西去 那言相之意就是我无法尽孝 我们不能把王阳明这个辞职信 看作是一种矫情 他说的都是事实 杨明先生的确身体很不好 他从16岁 按照我的观点 他从16岁隔竹子以后 一直身体有病 他后来特别清新于道家的炼养之处 也是因为想把这个身体的病给治好 他前个几年离开庐陵县以后 植物频繁变动 尽管都是闲职 他是一边讲学一边调养身体 所以这个时候说他身体不好 绝对是事实 他是很矛盾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同样知道 杨明先生从12岁就说要做圣人 15岁他就一个人敢去考察边关 后来延习兵法 他实实在在的是希望自己的那种军事才能 自己的那种雄才大略是能够真正为国家所用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朝廷给他这么一项任命 本质上来说是符合他原来的心意的 他当然是想去的 同时他也的确担心自己的身体吃不下 因为那是一个大山里头 按照以前的说法 那都是站立古独之地 他这么一个本来就有咳嗽透血毛病的这么一个人 到了那个大山里头结果会如何 他很难预料 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说 想给朝廷提出一个辞呈 应该也在情理之中 他把这个咒本上了以后 就等着朝廷给他的批复 所以他并没有马上就复任 到了10月24日 朝廷第二次下达命令 要王阳明赶紧到江西去复任 到了11月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当时有一位官员 名字叫做文森 也是督御使 这位文森督御使 也给朝廷提出一个报告 说是自己身体不好 结果他受到了朝廷的严厉斥责 为什么呢 因为他文森自称身体有病 耽误了紧急贼情事理 这个立部的批文里头很有意思 说如果王守仁也向你文森学习 也不到江西去复任 那不更加坏事 所以他严厉的斥责了文森 同时又给王阳明下一道令 赶紧立即上井前去 也就是到江西去复任 到了12月初案 朝廷最后给王阳明的辞呈 辞职报告给了最后的批复 非常明确 王守仁不准修制 主要善井前去 讲得非常清楚 在朝廷的三次严厉的命令之后 王阳明不得不踏上 误任的征程 他之所以被朝廷派去剿匪 是因为随着他的知情和一学说 和名气越来越大 他也被一些朝廷大臣认为 是善于谋略的奇才 然而就在王阳明赴任的路上 他已经遇到了土匪 他会怎么办 而从来没有真正带过兵的王阳明 面对历来难以为小的匪患 又会有什么样的高招呢 那我们知道 王阳明 以王阳明自己的智慧 他实际上他是很清楚的知道 朝廷是不会允许他在这个时候辞职的 在这个时候不担起这个重担的 他是很清楚的 所以实际上当他给朝廷递交了这个辞呈之后 第二天他就从南京回到了老家绍兴 他在这个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过程当中 他一方面是在吃药 调理自己的身体 另外一方面在民意上在等着朝廷的批复 而实际上已经做好了前往江系的各项准备 所以12月初二 朝廷最后下令 第四次下令 叫阳明去复任 第二天也就是12月的初三 阳明就立马启程了 前往赣州而去 路上的事情我们不必多讲 但可以提到一件事 他进入到江西省境之后 那么他坐船 开始坐船沿干江南下 当船经过万安县的时候 南安府的万安县的时候 他就碰到一股土匪 在沿途劫略 当时干江里头山船都不敢往前走 杨明一看这个情况 情况很严重 他就把三船连结为一体 摆成战阵 撤开旗帜 那么这一看到这个架势 岸上的那些沿途劫略的盗贼 心里就有数了 非常慌张 都罗拜于安在岸上跪下来 向阳明的这个船 跪拜 阳明把船靠上岸 跟他们讲 你们各自回去 我到干州以后 我立马就安排人 对你们进行安抚 希望你们要各安生理 不要再为非作歹了 否则 结果很清楚的 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一件事 它至少可以表明 当时在江西这些地方 尤其是在干州南安这些地方 所谓的盗贼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王阳明到达干州的具体日子 是镇德十二年 也就是第二年的正月 那公元应该是1517年了 刚刚过了元宵节 十六日 他在干州开府 那我们知道 阳明以前没有到过干州 这个地方对他来说也是人生地不熟的 而且他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要剿匪的 而且是在那么广大的一片区域当中剿匪 应该先做什么呢 刚刚到这个地方 完全人生地不熟 情况不了解的 杨明先生我们知道 一直以来 他就养成一个习惯 你看哪怕他到农产也是如此 他先到一个地方 必须要亲自去调查研究 去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 包括山川地理 道路交通 民情风俗等等 到了干州以后 实际上要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 除了实地调查研究 的的确认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杨明到了干州以后 他立马就给在他管辖范围之内的各个府 下了一道命令 要求各府做好这么几件事情 哪几件 第一 各府管辖范围之内 城堡关爱的等等这些军事设施 它的坚固程度如何 官兵有多少数量 他们平时的训练情况怎么样 作战能力如何 要做出切实的评估 第二点 在辖区之内 各地盗贼的活动情况怎么样 一定要注意区别对待 哪一些是特别猖狂的 哪一些是还好的 哪一些是可以安抚的等等 各方面的情况要讲清楚 不能打马虎眼 第三点 还要对民间的情况进行了解 民间有哪些人是特别熟悉附近山川道路的情况 他们可以到时候作为祥导的 民间有哪一些富户人家 他们的财产情况如何 他们到时候可以出钱出力 还有 在辖区之内是不是还有闲置的土地 因为扬民要考虑 如果是有闲置的田地的 那么到时候可以均肯 也就是可以搞屯田 第四点 辖区之内 各个道路的交通情况 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绘制 详细地图 不能打马虎眼 王阳明要求 所有这些事情 必须在一个月之内 充其量 也就是一个月稍微过一点 必须把详细的情况 全部报告到他这个地方 这些措施是很重要的 是王阳明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了解当地的具体的实际情况的重要措施 所以他说也是广开沿路 献计献策 而在此同时 他自己也到干州各地 去进行实地的调查研究 他主要要考虑几个问题 当地的军队情况怎么样 以前为什么朝廷屡次剿匪 屡次失败起不到效果 这一调查不要紧 调查的结果是王阳明是大为吃惊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这个地方 军队几乎谈不上有数字 作战能力极畅 所以以前动不动 都是要请所谓的狼兵来的 这个狼兵是什么 我们等会再说 还有一个情况是 各个山头之间 也就是说土匪之间 他们是相互勾连的 相互之间是互通生气的 所以以前一旦有官兵要开始打了 你往东打他西边起来 往西打东边起来 因为他们相互之间的信息交通是非常便捷的 而再次同时 民间老百姓当中也有一些人和山上是有联系的 那么也就是说 你以前你这个官兵实际上你还没有开始动 山上早就知道了什么时候要打过来了 他当年早就逃掉了 或者他早就有预备了 我还以为想必须改变这个情况 战前他采取了两条最重要的手段 第一个叫做实家排法 什么叫做实家排法 他实际上就是一种户籍的登记和查验制度 最早是在城市当中推行 然后他推行到山村 什么叫实家排法 他简单的讲是这个意思 就是每一户人家在门口要挂一块木牌 这个木牌是有统一规格的 王阳明先生自己设计好的一种木牌 他要在你这个木牌上写清楚 家里的户主是谁 集关是什么地方 有多少人口 你现在家里有没有赞助人口 写清楚挂到门前 实家是一个基本小单位 同时这个实家还有另外有一块木牌 写上这十户人家的基本情况 每天轮一户人家挨家挨户去查验 如果查到你这个家里 有外来人口 有身份不明人口 你立马必须要报告官府 如果你不报告 一旦察觉那是通匪的 那情况很糟糕 实家连坐 这一招很厉害 那我们知道 实际上按照我的理解 这个就是原来的我们这个阳明先生曾经也施行过的保夹法的一种改造或者说改革 杨明先生大家都记得在庐陵县的时候为了防止倒扣 他就曾经在庐陵县实行过保夹法 保夹法的这个主要目的 那就是加强居民的自防和联防 这个很要紧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是我们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对付外来侵略的重要手段 杨明先生现在推行十家牌法 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主要目的很清楚 切断 三上 也就是土匪 不仅仅是他们相互之间的信息交通 而且切断他们和三下民间的信息交通 简单的说 就是在信息上 在消息上 对敌人进行封锁 是敌人处于孤立状态 那这样我可以知道你 你不能知道我 第二点 针对当地这个军队军事素质太差 作战能力太弱 杨明先生开始训练民兵 为什么要训练民兵 因为过去不是说没有对这些大三进行过围剿 进行过 但是情况很糟糕 官兵自己的作战力是 作战能力是极差的 所以每当要剿匪了 基本上差不多就是从郑德六年以来就形成了一个惯例 每次都要去调动土兵狼兵 什么叫做土兵狼兵呢 他们都是少数民族的武装 土兵主要来自于湘西的永顺宝晋两个土司 而狼兵主要是来自于广西 在广西的东南 纳地 四州 田州等等这些地方 都是少数民族武装 这些少数民族武装的作战能力很强 所以朝廷一旦对这些地方的土匪用兵 官兵斗不过 动不动就调遣狼兵 调遣土兵 尤其是狼兵 这就是官兵产生了一种依赖思想 在军事上产生一种依赖思想 那么就更加不再是注重自己军队的军事素质的提高 陷入了某种恶性循环 雅明先生认为不行 必须改变这种在军事上依赖狼兵的思想 而且他认为调遣狼兵有很大的弊病 至少有这么几点 第一 行动迟缓 因为调遣狼兵 你像从广西什么地方调过来 动不动少则几个月 多则一年 等到狼兵来了 你还要打什么仗 到底早就逃掉了 或者躲起来了 或者做好充分准备了 效果本身 这行动迟缓 第二点 军费开支巨大 因为要把狼兵从外地调动过来 那是远距离作战 军费开支是很大的 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第三个毛病 目标太大 因为狼兵所过也是浩浩荡荡 谁都知道现在哪个地方狼兵过来了 又要有什么军事行动了 一物战机 这是第三个毛病 第四个毛病也是很糟糕的 这些狼兵也好 土兵也好 尤其是狼兵 这个纪律性几乎是没有的 所以按照史料的记载 狼兵所过之处也差不多就是受了一场浩劫 对人民群众造成的伤害不亚于土匪 这个情况很糟糕 郑德七年的时候 就是王阳明的前任 名字叫做陈京 陈京调动狼兵作战 调动狼兵作战 那么这些狼兵所导致出是奸污妇女 劫掠财物毁坏污语 甚至无故杀人 有的甚至是满门被杀的 因为曾经没有对这些狼兵有足够的约束 因为这件事情曾经受到了朝廷的处分 所以杨明先生说 我们必须破除依赖狼兵的思想 要训练自己的精锐部队 所以他发布文告 要求各个府抽调或多或少 总共构成两千人左右 这样子一只民兵 那么他们是身体素质非常好的 而且本身是有一技之成的 或者是民间的武术高手 或者是奴机手 或者是散打高手等等 诸如此类 把他们集中到干州来 由王阳明自己调教 集中进行军事训练 这一支民兵实际上就成了王阳明所管辖军队的精锐部队 民兵的训练改变了军队的结构 提升了军队的作战能力 同时也振作了士气 这个在后来的各线战斗之中 表明这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在战前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之后 王阳明对接下来要进行的军事行动 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开始了他剿匪的三大战 他的战法非常独特 跟以往的官军狼兵的行动完全不一样 那么他多年以来对兵书的研究 在这里都会有什么样的品鉴 而在这些军事部署的背后 又凝结着王阳明怎样的军事智慧呢 做了所有这些前期准备工作以后 王阳明认为 进行军事行动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了 他决定首先要对湛州南部的这股土匪先进行剿灭 为什么要先搅这一股 因为在王阳明看来 湛州南部的这个地方 这一股土匪不仅仅是活动很猖獗 而且相比较来说 这里可以及福建和广东的军队对他们形成这个夹境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的 实际上从这个时候开始 王阳明连续指挥了三次大的战役 这是开始的 因为这一次作战的主要地方是在福建和广东交界的区域 主要部位是在湛州的南部 福建湛州的南部 所以我们不妨把这一次战役叫做湛南战役 从王阳明的军事部署当中 我们可以看一看他有哪一些这个主要的战略思想 第一点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在王阳明那里 知己知彼的主要目的就是不打无把握之战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首先派出间谍 利用间谍去刺探敌人的情况 了解敌人的动向 同时从王阳明本身来说 他也对自己军队的情况非常重视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他要训练民兵 实际上就是明确认识到自我军队军事能力之不足 在这个情况之下所采取的措施 这是知己也要知彼 所以在他那里 所谓的知己知彼 所以转换成了在军事的具体部署当中 军事行动的具体部署当中 一定要明确的了解敌人的情况 不打无把握之战 第二点 我们可以看出非常清晰的一个情况 就是孤立敌人 我们刚刚提到十家牌法 实际上是在信息上孤立敌人 而在阳明进行军事部署的实际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把敌人分割成一块一块的 尽管攻击的目标是这个地方 但是他是把整个目标给切块的 一旦战争打响 他特别强调的就是不能使打散了的敌人又重新聚集到一起 也就是说孤立敌人 使他们相互之间不能支援不能测印 并且也没有信息上的往来 孤立敌人 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 实际上产生的效果就是 我可以明确的知道敌人的情况 但是敌人不知道我的情况 这就为王阳明 往往所谓的出其兵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造成了前提和条件 第三点 集中优势兵力 对敌人进行合围 我们从阳明的在四省边界地区的所有战争情况来看 基本上都体现这一个特征 他对一个目标的攻击往往是四面八方 从各个不同方向对敌人进行包围的 只有集中优势 并且在孤立敌人的前提之下 对敌人进行包围 进行打击 这样子才保证了他的战争的可靠性 保证了战争的最终胜利 第四点我们还必须提到 阳明强调 擒贼擒王 也就是说你剿匪 不在于你杀多少人 重要的是只要抓贼手就可以了 整首抓住了其他的这些一般的普通的敌人是可以瓦解的 所以他特别强调这一点 那么这一点实际上在我们很坦率地讲 也是王阳明剿匪的战斗 每次结束以后他都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安抚那些普通的从贼人众 这个行为是得到当时不仅仅是一般的老百姓也是得到当时那些被他打击的那些从贼人众的一心忠户的 世界上是绝对不会有生而知之的事 也绝对不会有无缘无故的事 杨明先生十五岁的时候开始考察边关 也就是说开始对军事感兴趣了 他此后是熟读兵书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种兵书 杨明先生不仅读得非常熟悉而且是有了批重 也就是他一边阅读一边是写下他的心得体会的 后来他曾经是一边阅读兵书 一边在桌子上用花生啊瓜子啊等等这些来布列兵政 他中了进士以后 让他兼造威宁波王岳的坟墓 他也曾经用军事管理的办法来管理那些民工 这些事情我们以前都提过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 只不过是说王阳明过去所学的全部理论知识 关于军事的理论知识 到现在转换成了一种实际的军事的实践 更何况 杨明先生是不仅仅是知行合一的颤导者 也是知行合一的坚定的贯彻者和执行者 在庐陵县的时候 在此之前并没有从政的经验 那可以说他是从政治活动中学习政治 而现在他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他是把知识和知识的实践完全融为一体的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面来讲 他在江西的全部军事活动 同样体现了他知行合一这些思想的结晶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 是他从12岁以来就立志要做圣人的那种伟大自相 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体现 有了实践的机会 现在让我们回到关于战争战役的具体情况上面来 做出了这些战略部署以后 他特别强调 当时阳明特别强调 因为这是第一次战役 这第一次战役涉及到的是两个省 也就是广东和福建两军之间的配合 所以他当时特别强调 双方面的军队一定要配合好 广东的军队是往东推进 福建的军队是往西推进 为什么要这样子 他当时强调广东军队向东推进的同时 一定要注意 不能让敌人突破防线 逃进广东境内的大山 所以他同时广东的军队还承担着切断敌人的后路 和广东境内敌人相互联络 这么一件重任 对福建来说也是一样的 因为福建是往这边赶 是往西进 往西进的话 你要防止敌人正面冲击防线 而逃入福建这边的大战 当战斗开始以后 福建方面士气饱满 比较严格的按照王阳明的部署 所以军队是往西 一路挺进 可是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王阳明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发生 因为广东军队的领兵官员被大规模过来的盗贼产生危惧心理 拦截不利 结果突破了广东防线 敌人突破了广东军队的防线 逃进了大山 这个情况应该说导致了战场上的一场突变 战场上的形势的确是瞬息万变的 这个情况应该说阳明先生预料到了 但是是不希望它发生的 现在实实在在的发生的 这一批盗贼突破广东军队的防线之后 逃入了象湖山 逃入建冠 逃入可汤洞 他们马上占据了显要的自然地形 战争由此陷入僵局 面对这种情况 杨明先生重新进行了战场上的部署 最后导致战局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 那么杨明先生究竟是怎么做的 他怎么开始重新部署的 咱们下一次再讲 谢谢大家 王阳明在江西任职期间 评定匪患成为他最重要的工作 但是这里的匪患地区 多是地势险要一手难攻的深山密林 大军攻打犹如高射炮打文字 有力使不出 那么王阳明将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夙愿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传奇王阳明第八集 深山剿匪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